一画一世界,一夜一如来,大家好,欢迎收看佛禅,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,一个人有没有福气,看他的鞋就知道了,一位作家讲,穿什么样的鞋就注定走什么样的路。 老子也曾说,千里之行始于足下,世间万物都是从戏之末节逐渐形成,辽阔的江海源自细小的河流,雄北的高山始于渺小的石头,一个人的一生也是从最不起眼的鞋走出自己生命的轨迹,鞋子虽渺小,却能决定你一生的命运。 可以说,一个人的鞋里藏着他的福气,想知道有多少,看一眼就明白了,一,鞋子干净,人秦才自旺,俗话说,言语鸭君子,衣帽正小人。 世人都是先进罗伊后进人,你可以没有明艳动人的外貌,但一定不能没有干净得体的外表,而鞋子就是一个人的门面。 一个勤于达理的人,不会放着一双满是污渍的鞋,常言道,一勤则天下无难事。 一个人最大的福气就是勤。 84岁的作家沐昕,有22年的时光都在监狱中度过。 在出狱的那天,所有人都以为沐昕出狱时会衣衫蓝绿,邋遢不已。 甚至有人等着看他的笑话。 但出狱的那天,大家看到的沐昕却是另一副模样。 他挺着笔直的腰板,裤子还有笔直的缝,面带微笑,就连一双皮鞋都擦得干干净净,精神极了。 狱中至暗的生活,并没有击垮沐昕。 他依旧保持着爱干净的习惯,每日把皮鞋擦得一尘不染,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 勤快的人,永远都会对生活抱着一腔热忱,永远都有一种昂扬向上的心态。 正因如此,即使沐昕身在牢狱,也没有放弃认真生活,反而把自己打理得井井有条。 勤,是一个人由哪儿外改变的源头,是一个人生活状态的体现。 人一旦勤快了,就会努力朝着自己的目标为之奋斗,有了积极向上的状态。 这样的人,能吃苦耐劳,心存长治,必然会获得生活的馈赠。 老话说,人勤,雄不久,人懒,负不长。 一生勤快的人,不仅会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,还会用双手来创造财富。 而一个懒惰的人,连自己的鞋子都不愿擦洗干净,有何谈用自己的双手去致富呢? 勤于打理,认真生活,必将会遇到更充实风营的自己。 二,鞋子合脚,先安福自来,作家毕书敏曾说,切莫只贪图鞋的华贵,而委屈了自己的脚。 别人看到的是鞋,自己感受到的是脚。 鞋子本就是脚下之物,无需刻意追求华丽。 穿着合脚的鞋子行走,才不会有灾祸,一味地削足势力,迎合别人的眼光,只会得不偿失。 人生,就如一双被挑选的鞋子,我知蜜糖,你知砒霜,那些适合别人的,未必适合自己。 所以,不必强求,不必将就,只有适合自己的,才是最好的选择。 从前,有一位出身普通人家的妇人,被邀请参加一场华丽而隆重的宴会。 为了出席宴会时,不被同趣的夫人们看不起,提早就为自己租了一身价值不菲的衣服,还买了一双香满猪脆的鞋子。 然而,她长期劳作,脚掌早已变得肥大宽厚,无论她怎么努力脚都无法塞进鞋子里。 当日,出席宴会的妇人依旧不甘心,悬缩着脚一步一步走到了宴会。 但不幸的是,没过多久,她的脚再也无法承受鞋子的挤压。 一个劣劫之下,妇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,引得众人纷纷向她望去。 就这样,那双华丽的鞋子被刮破了,昂贵的衣服上沾满了屋子,无法再去退还。 妇人为了偿还高价的衣物,也因此而倾家荡产。 人总会被各种各样的欲望所左右,却忘了设计鞋子的初衷是为了让脚更方便地行走。 与其因为欲望,让内心受到痛苦的折磨,倒不如坦然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。 林徽因选择古建筑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时,并没有给自己强加任何目标,而是简单地听从了自己的内心。 然后用一生的时间为此而奋斗,最终成就斐然。 杨将的一生活得坦然自在,不过是因为他在世俗和名誉面前选择了自己想要的生活。 纵然他在一百岁时截然一身,也依旧不慌不乱,过着平静淡然的生活。 他们的选择让我们看到,不仅鞋子要合脚,人生也需要适配。 所以,不要着急,不要将就那些不属于我们的,想求也无用。 努力过,放下便坦然。 而那些属于我们的,终将在我们手中。 只有当一个人找到了合适的方向,内心才会收获一份真正的坦然。 人活着要明白,脚永远比鞋重要,穿和脚的鞋才能走正确的路,让自己心安,才会迎来福报。 三,你穿的鞋子暴露了你的一生,俗话说,亏一般而见全暴。 一个人的家教素养看谈吐,一个人的生活层次看衣服,而一个人的生活态度,只看鞋子就知道了。 旧时曾有一位教书的老先生,德高望重,颇受学生拥戴。 一日,老先生买了许多布鞋,虽然样式简单朴素,做工粗糙,但着实很耐穿。 老先生便把布鞋送给了自己的学生,作为大家勤奋读书的奖励。 一开始,大家对于老师的礼物很是感激。 有人日日把布鞋穿在脚上,用心擦洗,也有人小心地把鞋子存放了起来。 慢慢地,有人觉得自己也没那么喜欢这双鞋子,便不再穿了。 有人觉得鞋子的样式老旧,已经过了时,便随意丢了去。 又过了一段时日,老先生问大家,还有谁保留着这双鞋子。 堂下的学生一时间哑口无言,面面相觑,只有一位学生小心翼翼地从布袋里拿出了鞋子。 那双鞋子虽然有穿过的痕迹,但依然完好无损,干净如初。 老先生不禁感叹道,不过是一双鞋,却看到了一个人背后的态度。 虽然人人都敬畏我,但真正的敬畏是放在心上的。 一个人对待细节的态度,往往就决定了他的人生。 古人云,天下难事,必作于义,天下大事,必作于习。 世间的事,从来都不会一蹴而就,那些愿意在细微处下功夫的人,往往才是最容易成功的人。 当一个人的眼中融下了小事,心中自然就有了大格局。 所以,你穿什么样的鞋子,就决定了你要走什么样的路。 四,人生需要一双合适的鞋子。 作家毕书敏曾说,切莫指贪图鞋的滑贵而委屈了自己的脚。 别人看到的是鞋,自己感受到的是脚。 鞋子最重要的功能,是为了让人走路时能更加舒服。 而很多人只是追求鞋子外形的俏美,迎合别人虚伪的夸赞。 从不考虑鞋子是不适合自己,到头来受伤的只会是自己。 在著名的童话故事《灰姑娘》中,灰姑娘和王子相会后,因为离开得匆忙,将自己的水晶鞋落在王子的宴会上。 王子于是拿着这只鞋寻找灰姑娘。 灰姑娘的两个姐姐为了能穿上这只鞋,一个磨掉了自己的脚后跟,一个折断了自己脚趾。 然而不属于他们的水晶鞋还是无法穿上,这样没有必要的努力,只能换来别人的鄙视。 人生也是如此,那些适合别人的,未必适合自己。 很多事情不必强求,也不必将就,只有适合自己的,才是最好的选择。 十月,一两宗鞋八尺腾,广灵形便有金灵。 只要你有理想,穿任何鞋子,都可以走千里路,改变命运。 然后,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 只要你有好的家庭,鞋子有了温度,人心就力量满满,从此出现了家和万事兴的征兆。 只要你爱惜鞋子,鞋子就会为你服务,从而让你踏踏实实走路,一步一步走远。 有句话说得好,阻碍我们前行的,往往不是鞋子,而是鞋子里的沙子。 从今往后,就像爱护生命一样,爱护自己的鞋。 鞋好穿,路好走,人好运。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,非常感谢您的收看,喜欢佛禅频道。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,在这里,你永远不会孤单。